这个长得像扎哥的男人太可怕了 他时而暴力凶残时而为佛好色 前一秒温柔敦厚 下一秒就可能要你的命 造成如此怪象只因扎哥有着一个黑暗的童年 小时候父母离异 他被判给了母亲 女人每天都会带不同的男人回家斗地主 他嫌弃扎哥爱事将其关进黑暗的衣柜 但这薄薄的木板显然挡不住女人激情的高歌 这对幼小无助的扎哥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刺激 终于有一天他再也忍耐不住 趁母亲和男人战后熟睡时 拾起利刃来到床边下了狠手 由于扎哥年幼 警方没有将凶手怀疑到他的身上 事后扎哥剥下了母亲的头皮 制作成假发留在家中独自欣赏 他在等一位有缘人 一位有资格戴上这假发的女人 在这期间扎哥精神陷入混乱 失去母亲的他变得一场孤僻且敏感 看着路人为了利益破口大骂甚至拳脚相向 他感到这个世界处处充满着戾气 而被一机友骚扰后更是让他产生莫名情愫 就这样扎哥内心的多重人格开始渐渐浮现 随之造成的后果便是当地频繁出现失踪事件 而就在这时 扎哥苦等十几年的有缘人终于闯入了他的生活 他叫小红 是扎哥认识不到一个月的女友 两人一见钟情迅速坠入爱河 扎哥看上女人只因对方向极了死去的母亲 而女人爱上扎哥 则是因为对方长得太像一位心冤的大头富豪 原来扎哥现在是一名小说家 凭借一本名叫母亲头皮的小说《一炮而红》 靠着版权费赚得千万资产 小说字里行间无不是扎哥的亲身经历 由此可以猜到故事内容是有多么的真实戴感 今天对扎哥来说意义非凡 他做了一碗丰盛的早餐蹲在马桶上大块冬衣 扎哥这样的吃法值得一个赞吗 他保护后穿上骚气的花衣对着镜子独自欣赏 等到一切都很满意后用刀划开文件袋 里面是扎哥存放已久的真皮假发 随着一股妈妈的味道扑鼻而来 扎哥心中的兴奋可以用无以言表来形容 而他之所以如此欣喜 只因今天便是他和小红的大婚之日 扎哥要求女友戴上自己做的妈妈拍假发 以此满足自己的特殊癖好 为了打消女人对气味的疑虑 他谎称头套是祖传下来的宝贝 稍微带点头皮味实属正常 小红看在扎哥温柔且多惊的份上 只好忍着一位戴上假发走入婚礼现场 就这样一股戴着福尔玛林味的婚礼圆满结束 回家路上 扎哥忽然调转方向将车禁制开入了警局 一小时后 沈温市里的新娘小红陷入了生无可恋的境地 随着扎哥的自曝 他才知道自己同床共枕的男人竟是一个连环杀人犯 而扎哥之所以自首 除了突发神经以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看上了女警大红 两人首次相遇是在一个案发现场 死者是扎哥亲手所害 而大红则是此案调查人 和女友小红一样 大红的样貌也是像急了扎哥去世的母亲 相比起小红 大红显得更为成熟稳重 甚至连身上的气味都和母亲相似 为了多看大红几眼 扎哥开始频繁杀人 直到后来案件被另一警员接手他才放弃作案 想要直接零距离接触大红 便只有自首这一条路可选 但扎哥虽然精神不正常 却也不是傻子 他始终不肯透露作案细节和尸体藏匿的地点 没了这两项警方就不能定他的嘴 扎哥执意挑选大红做他的审问人 这一举动惹弄了一旁大红的男友兼同事阿强 说 我会说点人话是不是 终于肯开进口了 回到家里 大红针对扎哥展开详细调查 见女友如此迈力工作冷落自己 失去帕尔多的大强十分不满 两人因这点小事起了争执 最终不欢而散 第二天 大红以审问人的身份开始与扎哥接触 途中扎哥时而暴怒时而乖巧 仿佛在他那威猛的躯壳里 藏着无数个精彩的灵魂 这让学过心理学的大红怀疑对方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他找到大学时的心理学导师请教此事 导师断定扎哥患有精神分裂 并表示此类人智商极高 且有一种近乎异能的透视能力 能洞悉身边所有的人和事 导师的话让大红半信半疑 来到审问室 扎哥被人押入 路过大红身旁他猛地吸了口气 随后笑着说道 这么简单 一束花就把你打发了 床头炒床尾和 昨晚阿强为之前的争吵买花向大红道歉 没想到扎哥紧紧闻了一下就知晓此事 难道导师所谓的洞悉能力是真的 为了验证导师的话 大红故意挑衅扎哥 质问对方是否真的能靠鼻子和眼睛看穿一切 不想扎哥接下来的话 却让大红大吃一惊 为了不在一范面前表现出畏惧 大红点燃一根香烟强装镇定 并质问扎哥四年前为何要一口气杀了五个女人 听闻此话 扎哥忽然神态一变 成了扭扭捏捏的娘娘枪 他表示五个女人不是扎哥杀的 而是自己所看法 这个人格自称小丽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基友 四年前他兼职坐起了货车司机 途中五个女客人婆婆妈妈闲话太多 一路上用敬恶毒语言侮辱基友这个群体 此话让扎哥内心的小丽听到 后者一怒之下占据身体 挥起铁钩将五人残忍杀害 此人自称屠服阿牛 平时最爱砍杀 当时小丽想干掉五个女人 却因胆小吃吃不敢动手 暴脾气的她实在看不下去 拾起铁钩帮起杀人 大红剑阿牛性格莽撞起无脑 便想趁机追问尸体被放置在何处 这时扎哥主人格恢复 随即已累了想睡觉 唯有结束了这次审问 经过这次盘问可以推断 扎哥的人格会互相交流 甚至发生争吵 但身体最终人归主人格掌管 所以要想套她的话并不简单 察觉到扎哥内心有意猥琐人格 大红决定将其引诱出来套话 可这名叫西门的人格却有个条件 那就是要大红脱下她的三点衣食 西门接过衣物将其放在鼻上猛吸 发泄完后才将自己杀人经过缓缓到处 数年前的某个夜晚 她见一落单女人在车内伤心哭泣 询问才知对方刚刚失恋 为了让女人解脱 她用棍子将其勒死并实施那啥 说到高潮之处 西门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冷战 这样的失态之举也引出了她的另一人格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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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那个人把一个女生弄死在车上 这个自称小明的人格 因响起那晚的惨案被吓得直发动 这时她的面部表情再次转换 忽然双手合适做起了阿弥陀佛之事 竟是另一名教师兴风的人格出现 有着菩萨心肠的她开始为死去的被害者超动 扎哥三番两次的人格轮换 让大红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 他觉得自己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似乎在被无数的人进行嘲弄 然而扎哥却点名只接受她的审问 在同事的鼓励下大红再次回到审问时 此时扎哥变成了一个叫山姬的蛊惑仔 他生性顽劣将另一人格作案的经过告知 他叫小美 是一个女性人格 因极度隔壁女邻居的美貌起了歹心 将其在电梯里残忍杀害 正在大红将案件输入电脑之际 扎哥却对着空气打了起来 严因竟是山姬打小报告的行为惹误了小美 这个混小子真多嘴 我自个的事干他屁事 扎哥的人格转换让大红始终找不到切入点 为此他只好请来心理导师帮忙 导师想用催眠手段引诱扎哥说出尸体下骨 谁知扎哥大手一挥反将导师催眠 我心里最想做的是 是扎哥 我刚才 见导师也拿不下扎哥 大红算是彻底绝望 好在导师走前留下的话给了他灵感 那就是无论隐藏多么完美的人 他的内心肯定有一处弱点 只要将其找出放在对方面前 所有防线均会不攻自破 根据导师的话大红翻出扎哥资料重新审视 很快发现对方经常出入一家疗养院 照顾一名脑瘫儿童 扎哥没有否认此事 并将小孩的故事告知 这个小孩生是可怜 父母离异后判对母亲抚养 谁知女人嫌弃孩子是脑瘫经常口出了眼 这一幕被扎哥撞见 他想起自己童年遭遇所以十分同情小孩 转而将怒气发泄在对方母亲身上 趁着夜色将其杀害 事后扎哥将小孩转到疗养院 充当起了监护人的角色 大红针对这点 将小孩从疗养院带到审问室 并告知小孩 他的母亲被扎哥带到了另一个地方 果然和他猜想的一样 扎哥看到小孩立马变了脸色 表情相比之前更是多了几分苦痛和惶恐 扎哥以为杀了小孩母亲是在解脱对方 可他却想错了 因为小孩其实和他并不是一类人 对方并不憎恨对自己恶言相向的母亲 反而内心深处爱着母亲 而扎哥却杀了孩子的唯一亲人 他内心的愧疚和悔恨像潮水般涌出 尚存理智的主人格占据身体最终交代了所有罪行 原来扎哥将所有被害者的尸体 全部搅碎混入泥土 附在了自家墙壁上 带着警方指证完现场后 小女孩仍不停地询问扎哥自己母亲在哪 面对孩子纯真的眼睛 扎哥无言以对 难道要回答小女孩 他的母亲早被自己附在了墙壁上吗 随着扎哥的一跃而下案件宣告结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不同人格的声音 而善恶往往只在一念之间 千万不要让我占据了你的灵魂 否则罪恶一旦种下 便终生无法回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